张女士一年半前右脚膝盖因车祸开刀 只要天气变冷 疼痛就更明显 有 有有差距 因为这个会比较硬嘛 你走路比较不方便嘛 也会痠痛 气温降低 像张女士这样肩颈痠痛 膝盖痛加重的患者不少 大多是关节炎 筋膜炎或肌肩炎其患 天气冷起来整个身体就紧绷了 肌肉也会绷得比较紧 关节液的这个活动流动性就比较差 就会变痛 舒缓天气冷加重了慢性疼痛 第一个就是做好保暖 另外家中温度控制在19到24度 湿度控制在40%到60% 加上运动 伸展 按摩 热敷 泡澡都有助于改善 热敷可以另外就是说可以照一些红外光 那如果说是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有发红肿 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热敷 这时候热敷反而会更严重 不过要提醒民众的是 万一疼痛感觉不同于以往 或是越来越严重 还是建议就医检查 大爱新闻张购丹蔡玉凯 台中报道 никто边趁心行行行行行行 也许癫充是你